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一门徒两百余万人 先后恢复或新建了十四座寺院 坐下法司弟子近千人 佛门泰斗当之无愧 人间菩萨名副其实 本患长老俗姓张 明志山 1907年9月21日出生 是湖北黄岗县里吉镇西张湾村人 他虽然出身贫寒 但是七岁就又上私塾读书 因会根读具 勤奋好学 他十二岁便读完四书五经 深谙孔梦之道 领会读书之法 后来因父亲去世 辍学出门打工 他的母亲彭氏 终身礼佛 算是他的佛学启蒙 后来真正让他蒙生出臣之志的是 国家时政腐败 社会黑暗 功礼不章的现实环境 当时的他只要一有空 就会到报恩寺听传圣法师讲经说法 学佛对他来说 可以端正行为 澄清妄念 转迷为物 民心见性 慢慢就佛根深重 疏缘蒙发 智山这个名字也是齐对了 他就是智在山 出家为僧 远红尘 入空门 此时的他才二十三岁 就正是在报恩寺传圣法师座下提度出家了 法号本患 一名本患 同年二月 传圣法师推荐他入武昌宝通禅寺修行 于池松老和尚座下 受剧足戒 同年六月 得贵人资助 成功拜师扬州高明寺 投禅门尊宿来国老和尚座下 在高明寺一住便是七年 日日身严佛法禅宗 长老在学法修行期间 常常攻读佛经至深夜 甚至效仿古人悬梁刺骨 九十一天坐禅不倒单 全四同门都以他为榜样模范 到三十岁的时候 本老就效仿佛陀苦修 从宝定到五台山 一路虔诚扣拜 贵得双膝面目全非 依旧风雨无阻 足足拜了六个月 磕了二十二万多个想头 为的就是来五台山拜见文殊菩萨 很多人对此不解 向他求教 他的意思就是 学佛修行修信 就是要潜心成心 不苦修行 不磨练自己 难忍能忍 怎能修得大道 怎能发慈悲心 他要的从来都是真正的修行 真的入道 真的发菩提心 真的发愿度人 随后 长老就在五台山广记茅棚住下 这一住便是十年 更磨练长老意志的是 当时原本就很辛苦的生活 他还效仿佛陀赐血 维莫书写经书 坚持每天用指尖或舌尖血 攻写各种经典佛经 每天坚持写五六百字 写了至少十九卷 超二十万字 他的决心和毅力真的超乎常人想象 值得大家学习 他赐血抄写留下的佛经巨作 也给佛教学派留下了极高的研究价值 他偶心立血 忠厚虔诚 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修行者的最佳表率 可惜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这些堪称佛教瑰宝的手抄血经大多丢失了 唯有华燕经 普贤菩萨行愿品 因缘书幸存 历史五十年之后又赴回长老之手 据说是当年毕山寺一位当库馆的僧人 拼了性命护住的 虽然二十卷血经只寻回一卷 但本老心中仍是无比感激和欣慰 自此不离左右 本患长老一生重修的寺庙至少二十座 他先后筹建恢复了多座寺庙 包括大名鼎鼎的洪法寺 光孝寺 报恩寺等 经他重修的寺院道场规模十分恢宏 寺庙也跟着香火鼎盛 他从不贪图个人的安稳享乐 而是五四位他人 恢复我佛正信道场就是他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他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与愿力 身体践行 一步一脚印的 为当代修行者创造了一个个美好而正信 实实在在的修行好去处 1988年至2000年间 本患长老虽年过花价 接近暮年 但仍不忘初心 心心念念要发展湖北老家的佛教事业 在得知家乡佛教事业困境后 本老不顾身体年迈 长途跋涉 多次到新州 黄梅 和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 进行调研工作 像报恩寺 寺祖寺 就是本老清临实地勘察 亲自设计 规划 个人捐款 募集善款数千万元 重建后的报恩寺面积达6000平方米 大气磅礴 秒杀以往所有设计 重建后的四祖寺 有房古建筑群落 新罗密布 建筑面积11999平方米 寺庙雕梁画洞 异常壮观 成为湖北一流古煞 2009年秋天 本患长老率一波弟子 应顺大和尚 带着所有信徒发大愿 在大洪山之巅 重建大慈恩寺 这一工程到2012年春 都还没有竣工 本患长老缘济前夕 还念着大慈恩寺的 落成之事 遗嘱里还表示 要为大洪山的佛教发展 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其中一部分 就是用于大慈恩寺 除了修建寺院 长老为修建学校 道路 救灾 祝残等等所捐助的善款 数以亿计 2012年4月2日 本患长老在深圳 弘法寺安详世纪 适寿106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位佛门泰斗 生前最后一次开示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字 讲一个什么字呢 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 三藏12部 说到底就是为了一个行字 行是最最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行有世间的行 也有初世间的行 有好的行 也有坏的行 我们从凡夫到圣人也是行 我们从圣人到成佛 还是行 离开了行 什么事都做不成 从无量节到今天 我们已经离开了家很远很远 很久很久 现在我们想回家 还是靠行 不行则不能到家 佛陀所讲的一切法 都是为了让我们去行 佛陀所讲的一切经 都是我们去行所依的路 所谓经者 敬也 我们要回家必须有路 有了路还必须去行 佛法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现在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就有回家的希望 想一想看 这个行重不重要 要不要紧 今天 我们大家在这里 不辞辛苦 跑了做 做了跑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个行字 因为我们要回家 要了生托死 所以我们要行 我们做任何事情 想达到任何目标 都要靠行 不行即不能成功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行 利益众生是行 赔福兄会也是行 声闻 辟知 圆觉 这些圣人 受了计 还要行 行了做什么 就是去利益众生 教化众生 庄严国土 我们要想获得像佛一样的圆满福慧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没有别的法子 只有去脚踏实地地行 认认真真的赔福修慧 大家想一想 我们做哪一件事 不需要行呢 不要说 我们今天是为了无上解脱 为了了生托死 就是世间上的一切事情 有哪一桩事情 不靠行就能成功 我看做任何事情 都要脚踏实地 一步步地去行 才能获得成功 像我们回家 了生托死 这样的出世间的大事情 更是离不开严格的行 不去用功的行 就想成佛作祖 那是痴人说梦 成佛作祖不是想来的 是醒来的 既是出了家 就应当好好发心 从今天开始 生生世世都要行 时时刻刻都要行 几时有行 几时成功 几时不行 几时就不能成功 早行早回家 迟行迟回家 不行就永远回不了家 行贵在坚持 贵在不间断 不能说今天醒了 明天就不行 此时醒了 彼时就不行 在禅堂里醒了 出了禅堂就不行 在寺里醒了 到家里就不行 修行人 如果想把功夫用好 要时时刻刻 和在在处处行 白天行 晚上也行 坐着行 走着也行 醒着行 梦中也行 那才是好的 总之 几时没有到家 几时都要行 几时没有成佛 几时都要行 即使将来成佛了 为了教化众生 还得行 行是主要的 几时行 几时就能到家 这好比回家的一条路 这一条路是我们要行的 不管是坐飞机来行 还是坐火车 汽车来行 还是一步步地走路来行 总之得行 当然行不是盲目的 得有一个目标 有个路线 要依正知正见来行 没有正知正见去行 行了也回不了家 有时会越行 离家越远的 古人讲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个人用功 得有一双择法眼 要有所选择 不能随随便便 马马虎虎的 今天这样行 明天那样行 邪之邪见重 像这样子用功 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所以我们用功之前 先要树立起正知正见 依此去行 才能到家 若没有正知见 那你这一行 不但不能到家 说不定行到地狱中了 还不自知 因此 我们大家在用功的时候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选择 选择好正道之后 就要好好的 脚踏实地地去行 至于说什么时候到家 那就不用问了 路走完了 自然就会到家的 若一天到晚想到家 只这个想到家 变成了妄想 是错误的 为什么 想生死是妄想 想成佛呢 还是妄想 要知道 了生托死 成佛作祖 这些都不是想来的 到了时候 功夫一到 他就自自然然来的 所以我们不必去想 只一心地用功就行了 对我们用功的人来讲 有心去想 就成了妄想 就成了账道姻缘 因此 我希望大家在用功的时候 放下一切 既不去想生死 也不去想成佛 只管认真用功 到了时候 水到其成 自自然然就会成功 各位想一想 不用功夫 整天打妄想 打闲差 能成佛吗 想是想不到的 你的功夫没有用到 路没有走完 想成功可能吗 不可能的 能不能开悟 能不能到家 这个不关你的年龄大小 功夫到了 十岁 二十岁就能到家 功夫不到 就是八十 九十还不能到家 六祖年纪轻轻就开悟了 为什么 他功夫到家了 只要一推门 门就开了 就进去了 我们现在到家了吗 没有 我们很多人 现在还没有动步 离家还远得很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